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次影片是SONET的春節限定優惠 公主兔年限定福袋跟那些裝備自選箱的CP值計算 這邊直接說結論 這兩包都很盤 不建議買 接著是計算過程跟吐槽 現在畫面上是我自己做的課金表格 原理是把各項禮包的內容物換成鑽石價值 然後把鑽石量處理台幣就能得到一個比值 比值越高的禮包越划算 如果要課金會建議從比值高的禮包先開始課 像是常駐自選券的比值高達28 就蠻推薦的 然後每個月的30個轉戰券 比值是7.62 比這個划算的禮包有一大堆 比這包比值還低的基本上戰鬥率都不怎麼樣 不推薦 好啦 了解這個表格在幹嘛之後 我們看這次SONET賣的禮包CP值吧 首先是兔年限定福袋 可以在以下項目中自選一下 一千題 六百萬瑪娜 六十祕石 公主 五星碎片 二十 特級ESP 藥水 三百 白金轉蛋券十二 售價是台幣三百六 裡面最划算的東西是轉蛋券 比值是五 比前面一堆禮包的比值費不推薦 這包如果不是選其中一項 而是每項各來一份 那還有一點戰鬥力 接著是那些裝備自選箱 我的算法是這樣的 現在因為有一種東西是圓框 可以當作裝備碎片使用 只要瑪娜夠 花瑪娜就可以一直買圓框 不管是紙裝還是橘裝 一件裝備我都視為二十五個原框碎片 用在限定商店買到原框的價值來換算 於是經過一陣計算 所有裝備自選箱的價值都很感人 連一都沒有 不推薦 盤到炸裂 最後是吐槽 SONET的課金項目戰鬥力真的是廢到不行 課金項目的數值沒有隨著遊戲進程前進而跟上時代 讓人一點想課的慾望都沒有 然後就是面對一堆有需求的項目 他們也沒有順應推出禮包 像是最近最好賣的東西我覺得叫做專武球跟灰光水晶球 這兩項只要價格合適 想要追進度的玩家就可以考慮買一下 但是SONET不賣 我都替他們著急 面對重要的廢的SONET 我決定做一張梗圖送他們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希望你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